周三強風暴過後 休士頓大部分地區恢復供電 但隨著氣溫超過100度 哈里斯縣北部的許多居民仍然沒有空調 暴風雨熄來的當晚 超過275,000名住戶受到影響 根據報告 截至週四晚上 仍有52,560戶居民斷電 請看本臺記者 陳鐵梅的報導 因為這一個星期休士頓高溫 停電會讓住戶的處境很糟糕 有住戶擔心 在這麼熱的天氣下 有可能危機到身體弱者和老年人的生命 Centure Point的發言人稱 超過350名工作人員正在外出維修 然而 由於風暴造成的破壞很大 修復工作最遲可能在週日才能完成